第七十三集 一个女人雨夜里坐在水里的石头上哭 用脚趾头想哪个女的也不可能是人 那时候的青石都是在地下 所以开采完青石的食堂是一个个的大坑 夏天的时候石坑里就会积满水 这时就成了我们洗澡的地方 不过一长串食堂由于非常的陡峭 一不小心就会滑向深水 所以有些地方就不干净 淹死过人 我们看到白衣人的地方 也正是今年淹死人的地方 俺说漆黑的夜里不应该看得这么清楚 可那白衣人我们偏偏就能看清楚 我知道白衣人肯定是找替身的水鬼 我因为差点做了水鬼的替身 知道他们的厉害 所以我不敢停住脚步 不敢朝有哭声的那里看 手里拉着二怪 埋头往前跑 摔倒了爬起来继续跑 一直快跑到了庄头上 忽然 两道手电的光亮朝我们照过来 我一看呢 这一时有人来 非常的高兴 在雨中使劲地喊着 然后朝手电筒那里跑去 电灯光越来越近 这时一束手电的光亮照到了我的脸上 我赶紧用手护住眼睛 避免电灯光照眼 就在我不知所措的时候 一个威严的声音喊道 你们两个小兔崽子 做死咋的 大半夜的朝食堂里跑 回去 非把你们的高腿砸断不可 这个声音啊 无比的熟悉 是我爹的声音 我爹他们来找我们 平时最让我害怕的责骂 变得无比的清醒 我看到我爹越来越近 整个人一下子放松了起来 不再怕那个吊丝鬼 人一放松 身上的力气啊 好像被臭光了一样 整个的人一下子倒在泥水里 接着 一股巨大的倦意袭来 再后来 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第二天我醒来 感觉浑身疼得厉害 嗓子像冒烟了一样 头有点发昏 我睁开眼睛 一道强光照进眼睛 我赶紧眯上眼 朝周围看 只见我躺在自己家的床上 这时有人说 道爷 小冬的病没事吧 说话的声音 是我娘的声音 这时另一个声音说 这孩子只是受了风寒 没有什么事 等会儿 你熬点姜汤 加点红糖 让他喝点 就没有事了 我这时赶紧地朝四周看 只见屋里有我娘 我爹 麻子大爷 还有李道爷 我看到这里啊 赶紧地从床上爬起来 我娘一看我醒了 就赶紧地抱着我说 小冬 你这个孩子 怎么就这么会做 半夜里跑到食堂 你傻呀 还在雨里 伸着头淋雨 听我娘这么一说呀 就赶紧说 娘 我们本来没有淋雨 开始 我们在槐树林子里的 灵眼无避雨 可是 我刚说到这里 我娘一下子把我从床上拉起来 仰起巴掌 就打我的屁股 一边打 一边大声地说道 你这个做死的孩子 半夜里去灵夜屋 你这是找死 不知道里面有鬼吗 我赶紧便捷道 我和二官 就是看见鬼才跑出来的 我说到这里啊 李道爷赶紧地上前说 先别打了 我问问小冬 怎么回事 道爷劝住了我娘 转身问我说 小冬 你刚才说 昨天晚上见鬼了 见的是什么样的鬼 我听李道爷这么一说 就睁开了我娘的手 坐在床的另一边说 道爷 我见到的那个鬼 是吊死鬼 可吓人了 那吊死鬼的眼睛 像鸭蛋那么大 舌头一直伸到肚气眼 大叫着死得冤 还说死后被葬在水塘下 住不下去才出来的 这一次要出来报仇 李道爷又问我 那个吊死鬼是男的还是女的 穿着什么衣服 我就把昨天晚上遇到的吊死鬼 原原本本地说了一遍 李道爷听了之后 吃惊地说 这个吊死鬼 难道是 李道爷说了半截话 没有直接说出来 这时麻子大爷说 老道 我知道是谁了 想不到死了好几年 还阴魂不散 如今又上来害人 李道爷说 唉 这件事都怪我 当年明知道老林是冤死的 可还是把老林葬在挖坑里 然后用桃木围着 让老林在挖地里不能超生 以至于老林的尸体受水淹 不得安生 这样一来啊 反而使老林的怨气更重 可怜老林是冤死之人 本该超度王魂 化解其怨气 可是当年的形势 不能这么做 麻子大爷说 老道别自责了 当年那个形势 确实不能搞这些封建迷信 不过现在好了 这回咱们得想办法超度一下老林 化解老林的怨气 刚说到这里 我就听见门外传来脚步声 有人一边往里边跑 一边喊着 二大爷 二大爷 可不得了了 赶紧的 去看看我兄弟去 我兄弟不对劲 好像 是什么附体了 我一听这个声音 是二怪的哥哥 二怪的哥哥喊得很急 肯定是出什么事 麻子大爷迎上去 问到底是怎么回事 二怪的哥哥说 我弟弟 昨天晚上 从外边回来就开始发烧说胡话 今天早上一起来 就伸着舌头 瞪着眼 朝我们要吃的 要喝的 然后啊 就翘着脚尖走路 听说话 像个大人 看他的样子 像是变了一个人 可吓人了 二大爷 你赶紧的去看看 麻子大爷一听 就说 哎 坏了 这肯定是老林 吊死鬼 跟回家俯身了 老道啊 看样子 你得用你的绝技 鬼门十三针了 老林可是厉鬼 一般的方法 怕是碾不走那个厉鬼 如果激怒了厉鬼 毁坏了二怪的肉身 到时候可就麻烦了 李大爷说 这个 当年 因为我杀戮太重 受到断腿 瞎眼的惩罚 本来发誓收了银针 不再用我的鬼门十三针了 麻子大爷说道 嗨 你的鬼门十三针 乃是天术 本来就是用来替天行道的 你现在眼下腿瘸 孤单无厚 五笔三区 你已经斩权了 还怕个啥 李大爷一听就说 对 麻子呀 你说的没有错 我那绝技就是用来 承恶扬善 如今我都这个样子了 就没有什么好顾忌的了 走 咱们先回道观 把我的银针找出来 然后去二怪家 最好啊 能收复老林 化解这怨气 我虽然不惧五笔三区 但我始终觉得 当年那样对老林 有点狠毒 这次不到万不得已 绝不能下绝情 麻子大爷点点头 又商议了几句 然后他们两个人 和二怪的哥哥就走了 他们一走 我在床上待不住了 赶紧地从床上跳下来 跑到水缸边 拿起水瓢 咬了一瓢水 咕咚咕咚地喝了下去 解了口渴 然后一抹嘴 就往外边跑 我娘喊道 小冬你干啥去 你的病还没有好 我回头说 我去看看二怪去 我爹说 你个小兔崽子 给我回来 再乱跑 我把你的狗腿打断 我听到这里 连停都没有停 昨天晚上 做得那么厉害 都没有打断腿 这时打断腿的话 对我一点恐吓都没有 跑出门去看了看天 硬得跟黑锅底似的 看样子 还得下雨 我懒得管天气 看完之后 就朝着二怪的家里跑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